月中台積電今天繼續飆高 來到歷史新高 那台積電漲35塊 所以台股大盤今天漲380 那台北股市反正現在就漲成台積電的樣子 是確實 因為最主要是昨天台積電公布6月份的營收 我們剛在影片裡面其實也看到了 6月份的營收 月是減9.5% 但是年增高達32.9% 大家知道6月通常都是淡季 那居然還可以成長這麼多 所以光一個6月份營收 一個月而已 2078億台幣 這是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有 我昨天有算一天70億 所以整個上半年已經 移造2661億的營收 整個上半年的成長是28% 那剛剛在影片大家也看到了 下半年會繼續成長 所以今年全年會預估成長35% 這是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所以關鍵的點我們就要等 7月18號台積電的法說會 會有對整個上半年以及下半年 以及未來的一些營收的說法 我們到時候再來做補充 所以反映在今天的台股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台股 繼續創歷史新高 盤中一度大漲超過400點 收盤也收在相對高點 收在24390 也就是站穩 繼續站穩24000點 所以今天的漲點是382.95點 大概383點 漲幅是1.6% 那台積電不妨多浪 台積電今天也是收在歷史新高的1080元 所以漲了35塊錢 漲幅是3.35% 因為昨天晚上台積電的ADR 在美股就已經先大漲了6塊多美金 漲幅也來到3.54%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台積電 如果以台股來看是上漲82% 如果以美國的ADR來說 更漲了88%之多 所以以昨天美國的ADR的收盤來看 台積電的市值已經來到99008億美金 那禮拜一的時候 前進一度突破兆美元 但是今天晚上只要再漲個1%左右 就有機會再次看到1兆美元 因為這個民收持續在創高 那而且我大概算了一下 台積電目前在美國的ADR的價格 跟台股比起來還是有15%左右的溢價 也就是說美國的ADR 還是比台灣高上一截 所以你不要覺得台灣的台積電很貴 我跟你講美國的ADR更貴 好 那所以在台積電領均之下 昨天的空氣股真的都在大漲 所以帶動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數 全部都上漲超過1% 不過道琼因為大家也知道 畢竟它的傳產是比較多的 所以即便昨天漲了1.09% 今年以來道琼也只漲了5%多 相對是落後 那其他納斯達克費半跟標普 都是在創歷史新高 要特別提到費半 今年已經漲了41%多了 那標普昨天是首度佔上5600點 不過要特別提到的是 在過去台股的漲幅跟納斯達克比起來 我們都是輸納斯達克 可是今年到目前為止台股大盤漲36% 但是納斯達克只漲24% 這在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所以台股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絕對是台積電貢獻的 好 那再看到幾個重要的科技股 那輝達當然是很重要的指標 昨天也大漲了2%多 所以今年以來它的漲幅也是高達180% 市值還是有3.32兆美元之多 還是有機會再次超過微軟或是蘋果的 可是要特別注意到 比較少提到的AMD 沉寂了一段時間 可是如果你只看近一個月 或者是近一個禮拜 它的漲幅其實是超過輝達的 因為它最近有新的產品出來 而且市場的評價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它現在有一個補漲的趨勢 不過今年目前漲幅是只有32%多 但是只看這個禮拜的話 它一週漲了12%多 也是很厲害 那也受惠於台積電的 那當然就是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現在站穩1000歐元的股價 這也是在歐洲是非常罕見的 所以現在這個艾斯摩爾的市值 在歐洲是第二高的 就指數這個諾何洛德 這賣減肥藥的 這也是很悲哀 賣晶片的傳輸賣減肥藥的 好 那當然 我跟你講以後都是機器人 人類可能也不大認真減肥 非常有可能 你會這麼說也是對的 不過低壓股當然還是美超微 即便它從高點下來 但是最近股價算是有穩定下來 所以它今年到目前為止 漲幅還是有215%之多 那一樣受惠於這個AI相關概念的 還有美光 美光昨天也大漲了4% 今年以來也漲了65%之多 那而且很重要的 不要以為台積電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今天有最新的消息告訴你 下個禮拜台積電的2奈米就要試產了 預計明年就開始量產 而且已經都傳出來 2奈米這個蘋果已經先把它包了 所以對比2奈米跟3奈米的差別 那就台積電自己的說法 2奈米在效能上比3奈米可以提升10到15% 那耗能可以減少30% 所以你看到蘋果搶進之後 相信其他的科技廠也會跟進採用2奈米 所以當台積電如果這樣子持續領先的話 其他的競爭對手一定是越差越遠 其中最可憐的當然就是英特爾 你知道英特爾在去年的時候 營收其實跟台積電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們剛剛說台積電今年營收 大幅成長30幾% 可是英特爾是原地踏步 所以英特爾今年到目前為止的股價是跌27%多 所以他的市值以昨天的收盤價來算 只剩下台積電是比英特爾高了6.7倍之多 你就知道差這麼多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英特爾怎麼這麼糟糕 他好歹也是全世界CPU的第一大廠 可是問題是他也是台積電的客戶嘛 就是你還是沒本事做還是要有台積電嘛 所以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另外還有大家也注意到這個三星的部分 那三星當然已經輸台積電很多年 他一直想要超越台積電 所以呢不惜彎道超車 可是大家也知道彎道超車沒有超好就是翻車 那現在就是他的3奈米的部分 因為他現在用3奈米要做他自己最新的晶片 因為是2500 結果現在爆料說在試產的時候 良率居然是0 他原本自己還打死不承認說沒有沒有這回事 結果是韓國的媒體出來說的 你不要否認了 如果說別人爆料就算了 韓國媒體自己出來說 你的良率就是0 沒什麼好講的 那事實上郭明琦在之前也有講了 只是郭明琦沒有講的那麼明顯 他只說這個你原本要做這個 那個IGNOS 2500的晶片 是要放在你最新的這個S25的手機嘛 但是現在傳出來說你不用了 你還是要改用高通的晶片 那不就在說明你一定是生產有問題嘛 所以我查了一下就不要說 市產市產本來問題就會 就是問題就要找問題嘛 那也就算了 就算你現在號稱量產 但是你的良率其實也只有20% 那你是要玩什麼東西啊 所以呢你看到 原本也是三星的客戶的這個高通 他的蕭龍最新的這個蕭龍8的軍事 就是第四代的蕭龍8呢 也是要台積電來代工了 我根本不敢給你這個三星代工嘛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連三星自己都在檢討了 欸我整個三星集團的預算 全部都砸在你半導體部門 給大家這個數字喔 2023年呢整個三星集團的預算 大概是台幣1.24兆 其中是1.13兆用在半導體部門 大家也知道三星是一個什麼都做的 非常龐大的集團 結果居然91%的整個集團的預算 用在你半導體 結果你半導體就要哩哩哩哩哩哩 你看怎麼交代嘛 所以呢之前他們半導體部門的主管 其實已經被抬頭 現在被被抬頭走人了啦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現在還有另外一個競爭的 大家也知道這個AI晶片 必須要用到所謂的高頻寬記憶體 就是HBM的部分喔 現在傳出最新的消息 台積電也要跨入HBM喔 他跟誰合作 跟SK海力士 這不得了喔 現在傳出來三方還有 輝達當然也要加進來喔 三方會合作由台積電 未來會幫SK生產 最新的HBM4 就是第四代最新的HBM 預計2026年生產 所以如果台積電再跨進來這個市場 那真的是轉不中旁啊 因為以前我做AI晶片 至少HBM還有你寒場可以分嘛 因為畢竟SK 全世界市占率是53% 那三星就慘了喔 看起來他的市占率是38% 很高第二高的比美光還要高很多 問題他一直沒有辦法通過 輝達的認證 所以現在傳出來三星不爽了 我也要跳進來自己做GPU 最好你有本事做得出來啦 好我們就等著看 那當然我們也不要忘了 中國其實也跨進了HBM這一塊 所以現在包含的長星存儲跟這個武漢星星 他們都要做 可是因為卡在主要的專利權都是在美國手裡 所以他們現在只能做HBM2 可是HBM2跟我們告訴人家已經4了 你還在2 那實在是差很多 不過他們還是砸了很多的錢要去做這一塊 能不能做得出來我們就等著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你可以聽到 進步 進步 感谢观看